国父纪念馆位于台北市信义区仁爱路四段505号 于1972年落成的国父纪念馆 为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之革命行仪 人格并发扬其思想学说 由建筑师王大宏设计 除供海内外人士瞻仰国父之外 也兼具文化艺术教育 生活休闲及学术研究之功能 成奸时刻 只见老爷爷老奶奶们在这打太极拳 跳土风舞 在假日时刻 宽阔的广场 更是亲子玩飞盘 玩直排轮 散步休闲的好去处 国父纪念馆本体建筑 以中国唐朝宫殿室为风格 高约30.4公尺 每边长约100公尺 黄色屋顶 踩顶起翘脚上大棚展翼的形状 占地面积约为35,000平 入口大厅的国父铜像 由陈亦凡大师的作品 高约5.8公尺 加上底座约8.9公尺 重约16.7顿 同向前每个小时的三军一队交接 更是国父纪念馆的招牌景观 这里也为国内的文化艺术 带来崭新的面貌 许多的艺术活动都在这里进行 另外也有绝佳的室内表演空间 可以办理剧场展演的活动 漫游国父纪念馆APP 已于Google Play 以及App Store正式上架 除了介绍国父纪念馆 古迹建筑的20个小故事 也让坐姿高5.8公尺的 国父铜像站起来 走到二楼 还能欣赏会动的浮雕 快来国父纪念馆体验 可以认识这座融合传统 与西方现代建筑的特色古迹 以上是公民记者沈云杰 与台北市新医区报导